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节目也给大家放出了相关的视频 在海里面开完会 马上就开始给大家拍各种各样的 footage 长安街上的盛况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每天要开五个会 我看观众朋友有人在底下留言 说开五个会都聊啥 都是为了中美元首会晤 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一个成果 做铺垫 那这样说也许有人说 哎呀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那咋办呢 有人愿意听 领导愿意听 组织专门的小组 通过种种方式 想听取海外不同的声音到底是什么 我们对此要对中共的最高层点赞 虽然在对外的表述上 他们肯定不会说 别人怎么怎么想的 但是在实际的会谈的过程当中 从今天的取得这样一个成果来看 中方是吸取了一些反面的意见和反馈的 那今天我就先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一次开会 谈成了啥 没谈成啥 谈成了啥 第一 中美两国恢复两国军队的高层沟通机制 目的是管控分歧和防止重大的误判 这也是拜登在会晤前记者会上表达的主要诉求 美方担心缺少直接和及时的沟通 会增加两国军事冲突的风险 这是第一条 两国的军队高层沟通机制 恢复了 第二条 重启禁毒合作 尤其是芬太尼 因为大家都知道 芬太尼都是中国来的 在美国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和公共健康问题 第三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专门的机制 研究人工智能在相关领域的相关作用 比如说政府间的对话 比如说核武器上要不要人工智能 双方都会进行进一步的磋商 第四 明年早些时候大幅增加航班 甚至在签证 留学 文化交流 体育 工商界的交流方面 都会进一步的放空管制 放松 你看这四条 不容易 不容易 大家听到我嗓子哑了 也应该给我点个赞 应该说不过分 那还有哪些没谈成的呢 咱又分成两部分说 一方面是美方有关切提出来 但没有和中方达成共识 第一 就是释放 中国关押的美国公民 同时解除对美国公民的 出境限制 这个不容易 因为涉及到国安 那就像我们前些节目提到的 国安问题和发展问题 对习近平来说 同样重要 抓的这些人 有一些是莫名其妙抓的 有一些是有根据的 所以能不能释放 肯定不会在中美元首会面的这样一个场合 轻易的说或行或者不行 那肯定要放到后面来说 甚至有可能就算都放了 按照美方的要求满足了 也不会公不于众 做成了就做成了 因为美国是个要理子 不要面子的国家 你看美国什么时候在乎别人骂他 他不在乎 他也不在乎所谓的东方的讲的这个面子 一旦觉得中美关系不行了 要危害美国利益了 美方赶紧放下架子 耶伦也好 布林肯也好 雷蒙多也好 呼噜呼噜呼噜 都往北京飞 人家不在乎 不在乎 刚才说第一条 释放 再压美国公民 以及解除 出境限制 要等以后再说 再有一个人权问题 老生常谈了 在这样一个场合 怎么可能公开表态呢 不表态 第三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 以及单方面要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一些做法 美方提出来 中方也没有回应 还有很重要的 那就是美方自从川普以来一直耿耿于怀的 就是中国以非市场的方式获得不正当竞争 比如说给一些产业的优惠 给一些产业的补贴 这个中方应该解决 目前也没有达成共识 当然第五就是在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上 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以及巴以问题上 美方希望配合美国 这一点中方也没有答应 这五点我给大家总结了 美方提出 但中方没有和他达成共识 这里面可以说各方各面都做了非常非常艰苦的细致的工作 你比如说我在北京 我在上海 见方方面面的朋友领导 我不从俄乌关系和巴以问题 从头到尾从历史到现在给他讲这个综合课 不讲人家有人也知道 社科院有美国所 有中东所 有乌克兰所 都有 现在关于研究所 那是国人下属的这个研究院 底下也有一大帮人在研究 咱不给他讲那些套话 我只讲一条 在当今这个形势下 你得罪全世界的犹太人 到底有没有意义 首先 道义上 站不住脚 再者从利益上来讲 对中国 没有好处 这些观点 领导都听进去了 都听进去了 我们相信在将来的这个对外的表述当中会继续的有所调整 有所调整 那我刚才讲了美方提出但中方没有达成诉求的几个方面 后面还有几个中方提出来但美方没有和他达成共识 第一 停止向台湾销售武器 第二 停止对华贸易关税和科技出口的管制 尤其是对芯片等等关键领域 那就是中方和世界的差距比较大 一时半会儿通过自力更生难以弥补差距的这些行业 中方希望美方要给中国一些时间 要放松这些出口管制 美方没有答应 第三 停止对中国企业打压和对中国发展的遏制 对中国发展的遏制 这是中方提出来 这个美方没有给予于时及时的回应 那从我刚才讲了几点主要的成果 美方提出为达成共识的要求 中方提出为达成共识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们一开始对这个整个的形式的判断 它确实是这么发生了 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 最好的结果 也就是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有什么突破突破不可能 但是谈啊 就比不谈好 在这里啊 我要给一些反贼提一些这个相反的意见 一些反贼啊 恨不得中美明天就打起来 恨不得台湾明天就捣蛋呼呼呼来回飞 真的没意义 另外 就是从中国内部政治控制的放松 媒体管制的放松 言论的放松 向公民社会进一步迈进 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每一次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 直接的对话 都会让中国的环境更宽松一些 啊 那是恨不得要扒了皮抽了筋啊 啊 所有有海外关系的啊 这个啊 跟美国勾勾搭搭的 对美国表示同情 甚至赞赏的啊 都倒了大美 但是尼克松跟毛见了以后 哎 乒乓球 对吧 在这之前打起来了啊 电影体育文艺交流开始了啊 老美啊 一批一批的到北京 吃烤鸭 喝毛台 泡妞啊 感受中国文化 中国啊 也开始啊 一波一波的派人到美国来考察 研究 学习啊 这些都是因为中美两国最高的领导人 会面以后 他对一种明显的误判肯定会减少 另外中国一句老话啊 做人留一面 日后好相见啊 老大老大之间对话见面 绝对有好处 没有坏处 所以反贼们不要期待中美之间打起来 更不要期待啊 台湾成为乌克兰 成为两国之间斗法的妻子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习近平跟拜登会见 见面比不见面要好啊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讲啊 这个这一次一次 这是一次啊 迟到的一个会面 那更重要的是啊 以前啊 很多人讽刺中国的领导人 说什么梁家河毕业的 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没有到海外留学过 对海外了解不多啊 缺乏资讯等等等等 关键的问题是 你总要给人家进步的机会 是不是啊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啊 甚至省部一级的领导人 他应该更多的来欧美国家 他就会看到 一个社会啊 不是从上到下 像高压锅一样的压到底 才是唯一的管制方式 他有不同的管制方式啊 你看这次美国啊 搞这个APEC 习主席来了啊 方方面面的 也做了一些 符合中方期待的一些安排 比如说 这个 这个酒店的外头啊 用那个大坟布棚子 给折了个严严实实 颜色是白色的 不太好看啊 弄得跟灵堂似的啊 不知道了 以为要开最早会呢 另外 大街上的这个低端人口啊 被清理一空啊 据说是按蔡奇的要求啊 要营造一个欢乐祥和繁荣和平的 中美领导会见 所以啊 这个大就这些大街上 要饭的 Homeless 全部清空啊 但这是开玩笑了啊 如果这么做了 也不是只为习主席做的啊 是为了整个的治安和适容的考虑啊 美国啊 也没有这么个机制啊 把低端人口啊 搞得很惨 没有啊 但是啊 阶段性的啊 为了让这个会议开的顺利啊 美方仍然是采取了一些措施 另外 最关键的是啊 全国各地的 我这是美国啊 老子红小粉红啊 纷纷赶赴旧金山 欢迎习主席 红旗招赏 歌声嘹亮 那这一切 习主席啊 都看在眼里 他当然心里很高兴啊 同时 有些情况 他也能看在眼里 那就是啊 也有反对的啊 各路反贼啊 以前这个 不管是重大历史事件 之后那些受害者也好 还是因为拆迁 因为这个不公平的经济纠纷啊 有一些 金融经济诉求的也好啊 从千上万也都跑到了旧金山 开始搞 但是也没出什么大岔子 美国啊 红的 蓝的 白的 他都欢迎 都让你自由的表达意见啊 打起来 那都是我看这个老粉红和这个反贼啊 自己打起来了啊 那老粉红一脚被反贼踹到地上 半天没爬起来啊 看着挺乐的 美国我看也没管啊 当然在习主席去会场的路上 为了啊 不要过分的有爱观瞻 在反贼举其示威的那个道路上 美国开了这辆大卡车来 直接停在了这个啊 protesters 就是这些抗议者的那个队伍前面啊 所以习主席过去的时候啊 可能 视野所及只能看到那个大卡车啊 可能能听他们一耳朵两耳朵啊 后面是抗议的 不是欢迎的啊 当然了 这是美国对来访的国家元首啊 一个标准的安防机制啊 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啊 在华盛顿开会啊 在纽约开会啊 川普总统也邀请过我啊 参加过他的早餐会 我也去了啊 当然一看好嘛 那个酒店前头啊 美国那个最大型的卡特比勒生产的 那个垃圾车啊 六辆大卡车一字排开啊 把那个川普总统演讲的酒店前头啊 封了个严严实实 啥意思啊 就算真有自杀是爆炸 真有极端分子 你冲过来啊 就让那个垃圾车挡住了啊 你要再个人想冲进去啊 早就被特警给你控制住了 所以这些都是正常的啊 首长的安防的安排啊 不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啊 我刚才兜着大一圈 我想说什么 中方领导人 他还是能看到啊 美国这个做法也能玩着转啊 也能玩着转 那就是让各方各面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该反的反啊 该挺的挺啊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一个中共各自表述 一个习近平啊 也可以各自表述 那他们看了以后 虽然嘴里不承认啊 甚至可能讽刺挖苦 你看美国这个社会弄成这样啊 领导人好朋友来了啊 还有人抗议 他们也不把他们关起来 也不给他们搞个寻寻姿势 他嘴里这么说 心里他实际上明白 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式啊 是可行的 是绝对可行的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讲啊 多一些感情认识 多一些交流 就多一份减少误判的可能 多一份双方对互相的体制增加理解 减少抹黑的这种可能啊 另外我们看到西主席这次啊 真的是放下身段了啊 我看那个网上那个著名的沈童 在他的推特上贴了一个啊 就是把习主席的这个笑容啊 贴了出来啊 习主席这个笑容啊 是他在跟拜登刚会面的时候 一开始啊 开场白 当然是秘书写好了稿子啊 你看左边的王毅 右边的蔡奇都 紧盯着习主席啊 开场白很重要 万一说差了呢 是不是万一说的这个啊 有问题呢 都盯着习主席讲的很好 念的很好啊 但这个笑容啊 是他的本色啊 这种笑容啊 从习近平脸上很难得看到 上一次啊 还是习近平主席 当时还是从浙江调到上海市委 当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 去看望住在上海的老干部 这里老干部的打起打引号 不是指上海籍的老干部 而是中央领导退休以后 朱镕基啊江泽民啊 都住在上海 他利用他这个地主之力 当然要多去看看老领导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当上海市上海市委书记 就为进中央政治局 进常委乃自以后登顶 打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他上次在上海 看望老干部啊 为自己啊 博得 晋升台阶的时候 那个笑容和今天见拜登的笑容啊 是一样的啊 或者或者说是类似的啊 是类似的啊 这叫什么 这叫十十五者为俊杰 这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虽然美国有各种各样的乱象 但他这个经济的活力 老百姓的这个认劲 那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现在美国的经济很好啊 哗哗哗一个劲往上涨 是不是啊 中国的经济相反 露出来了很多的皮态啊 可以说在崩溃的边缘 那谢主席啊 开头就讲啊 我上次和你见面 怎么怎么怎么样 套个人关系啊 想让这个拜登啊 把他当成老朋友来对待 但相反拜登在他的欢迎词里面啊 丝毫没有提到 当年咱俩怎么认识的呀 怎么一起散步的 怎么吃饭的呀啊 怎么怎么样 没提 上来就谈正题谈事 所以他没有跟习近平啊 套近乎 这也可以反映出来 在习和拜登见面期间 这种微妙的气氛的变化 这一次习真的是有求于美国 有求于拜登来了啊 那这个细节啊 相当的重要 相当的重要 另外啊 这个习主席啊 整个的这一次的会谈当中啊 这个体态 肢体语言啊 有很多人在评论 比如说他不由自主的去捋自己的领袋啊 去整自己的西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装挺漂亮的啊 穿在习主席身上特别合事啊 比这个拜登那事要漂亮啊 那有人觉得这是他缺乏自信的表现 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怎么说呢啊 习主席啊 内战内行 外战啊 有一点 awkward 这确实是现实啊 他不太善于在这种国际的场合啊 谈笑风生 游刃有余啊 这个英文里面讲这个small talk啊 玩得很溜 他不会 他只会玩这个big talk啊 这个念稿子啊 这确实是事实 这也是他个人这个特指的一个表现 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一点上 也只能通过更多的交流啊 才能某种程度上减缓啊 减缓 当然了 这个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一样啊 很多时候他有些人天生就是这个特指啊 就是这个特指 你比如说这个就跟川普到哪都喜欢胡说啊 让人精掉下巴一样 那也是一种啊 莫名其妙的在国际外交的场合失态的一种表现 那比起 拜登了啊 比起这个川普了 那习主席的外交的这个礼仪和风貌 还有这个啊 手段那比他高的多了 是不是 所以你得看跟谁比跟谁比啊 当然在这里面啊 习主席还在和拜登的啊 见面的时候啊 他仍然流露出一些就是 如果不是事情还蛮好的 他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合适 你比如说他来会面以后 有一个我不知道哪个台的一个女记者啊 这个高声问 说习主席你信任拜登吗 还听到这个问题啊 习主席啊摘掉了耳机啊 左柜又判了一下 没回答啊 说实话啊 这肯定是不在这个这个中国啊 中办外交部给他准备的这个手册上 是吧 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没准备 他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 你当然应该说信任了 这是人家的主场 拜登也是老江湖啊 而且这次是你有求而来 你就应该说 我当然信任拜登总统了 首先我们是好朋友 再一个中美两国 如果不互信 怎么能啊 带领中美两国人民 迈向新的明天呢 对吧 更何况 西众学自己说了 我担任的 我肩上的担子很沉重 你我都担负着历史的重任 沉甸甸的 没有互信 这个担子怎么担 半路就撂挑子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问题不回答呀 很遗憾 应该回答 有百利而无遗憾 但是他没有回答 是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另外关于习主席的这个体态 也很多人评论 觉得他比以前发福多了 发福多了 为什么人为什么会发福啊 主要是因为压力大啊 所以啊 我给这期的题目起的叫啊 一代见窄中不悔 为美消德人憔悴 为什么习主席肚子大了 压力大吃的多 人压力一大吃的就多 那 更何况啊 习主席 大家记得吗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他去陕西视察啊 第一个地点去的是西安面庄啊 他跟西安面庄的经理和这个主厨说啊 我喜欢吃山西啊 陕西面食啊 我父亲当年啊 带什么什么根据地的时候啊 带着厨师班长 就是西安饭庄的 你看他喜欢吃陕西的 那个表面面啊 一天的好几碗我估计啊 但也有人说 习主席喜欢吃山西面食 那热量都是极高的啊 那更何况啊 压力如此之大 中美关系如此之强啊 习主席想起来心里赌的话 一赌的话就再吃两碗面啊 心里才能舒服点 所以他这个啊 这个这个体型啊 他受不下来啊 但是啊 随着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 圆满的结束啊 中美双方又找到了 对话的重新的切入口啊 给关系 略微正常化一些啊 打下了一个基础啊 搞定了一个毛啊 搞了一个安卡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相信习主席的这个啊 压力啊会小一些 面食吃的会少一些 那个啊 起行啊 将来也会变得更苗条一些 基本上向拜登总统靠拢 是完全可能的啊 说起吃 这次拜登总统 这个跟习主席啊 工作午餐啊 那个work lunch 大家知道吃的是什么吗 这个我不知道习主席吃宝没 反正我看这个菜单啊 有点悬啊 一一呢 是意大利饺子啊 reveroli啊 意大利饺子啊 不知道上了几个 对吧 然后啊 还有这个 antichook啊 中文啊 叫阳精 也是美国常用的一个 一个 一个 salad 一个一个菜吧 还有 ermond cake 啊 这个ermond是什么来着 这个啊 杏仁 蛋糕啊 还有当然就是有chicken 有鸡块啊 就这么一下 招待了习主席啊 那这个习主席啊 也吃在嘴里 只能笑话美国人啊 小气啊 这么个午餐 怎么的还不得上个二十几个菜 才像回事啊 就给了这么几道菜啊 那个下一次 等到拜登去中国的时候 就让他体会到中华文化的不大精神 中华美食的不大精神啊 但是因为美国人没文化 没办法啊 所以主席啊 只能将就着啊 吃了这么一顿工作午餐 当然两个人聊完以后 拜登总统邀请啊 习主席啊 去散步 两人聊的 我看很好啊 散步很轻松 有人怀疑 他俩没有翻译 这一路上怎么聊啊 聊啥啊 哎呀 你以为他俩还真聊啥吗 不一定非得聊啥 走到路口 说我哪走 习主席啊 一贯善于 为全世界人民指明方向 现在趁着别人不在 拜登在 为拜登指明方向 那肯定的 王佐佐 那肯定拜登就跟着他走了 所以啊 整个的这个散步 聊天的过程啊 也都十分的愉快 十分的愉快 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啊 主要是聊他俩会晤的前前后后 他的意义啊 为什么这么发生啊 哪些满足了 哪些没满足 我回头还会再做一期节目 就讲讲啊 习主席和工商界 美国工商界的这个这个晚餐会 开着咋样啊 工商话题啊 经济话题 实际上是一个重点的话题 你看这个美国工商界 起立 全体起立鼓掌 可见这个九汉风干雨 对于中美关系重新稳定下来 经贸关系重回正轨 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下一期啊 我就会争取吧 聊一聊经贸的话题 欢迎大家点赞 更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谈谈您对这次习拜会的一些看法 精彩的部分 我们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 习老大和败老大 两个人在旧金山要见面了 在他俩正式的消息出来之前 无论如何啊 咱们得聊一起 所以我赶紧加班加点 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这是习主席近六年来 第一次以中国国家元首的 身份访问美国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外界对这次拜习会的期待 可以说高的变态 每个细节 每个花絮都被炒作的 无以复加 中国的记者 蜂拥赶到旧金山 去了多少人 我不能告诉你 难以想象的多 那在这个之前啊 有很多有趣的插曲 也让很多爱国群众 可能有点闪着了 不一定适应 因为啥 本来新华社 人民日报 这种官媒 在过去几年 已经把美国形容成一个 十恶不赦的国家 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 千错万错 都是美国错 但是这一次的拜习会前夕 中共方面态度急转直下 英媒的态度也急转直下 从原来喊打喊杀 突然改成中美友好 推动中美关系回到正轨 甚至传出消息 央视六套 就是那个电影频道 把上干领撤掉了 要上黄河决恋 黄河决恋 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就是讲一个美国大兵 在抗战争里面 他还负伤了 跟一个白鲁军女战士 好上了 两个人有不少肢体动作 还有不少吻戏 这个时候播这种剧可见 为了营造两位国家元首 见面的气氛 为了营造一个团结的 向上的成功的这么一个气氛 央美实在是使出了洪荒之力 所以中国的网民 也变得非常的智慧 非常的胆大 这个时候不出来表演一下 不秀一下智商 怎么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看很多帖子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有人发出来了 说今天不恨美国了 明天恨不恨 等通知 央视开始播放黄河决恋了 袁英华的美国大兵 和巴勒军女战士 接吻谈恋爱了 看懂风向的请跟掌声 当然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说 本来都勒紧了裤腰带 嘴巴要跟纸老虎干了 突然又改成解开裤腰带 跟他干了 后面这个他 是指这个美国大兵 那说起这样的片子 我还真看过一个 黄河决恋我没看过 但是有一次我在国内出差 打开某个省级卫视 演的是同样的桥段 女巴勒跟美国大兵好上了 后面日本鬼子追上来 他俩相拥在一起 正要展开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女巴勒含泪推开美国大兵 裤装里掏出一枚手榴弹 拉了引线 滋滋的冒烟 转身 女巴勒对美国大兵说 你快跑我掩护 手榴弹爆炸之前 他还转头冲着美国大兵 喊了一句 你不要忘了我 当时看到我激动的是热泪盈眶 更奇葩的是 想找一个演员 演美国大兵 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黄河决恋里面 至少还是个白人小伙 我也不知道 我看那个片子 他们从哪找了一个 可能是一个 非洲裔美国人的一个留学生 小伙子很天真 很淳朴 转唇厚厚的 皮肤幽黑 一副非常淳朴的样子 但是当女巴勒跟他说 别忘了我 然后转身就跟日本给他 同归于尽的时候 我看后嘴唇 胖乎乎的非洲裔美国人 嘴型说的是 what the fuck 开始过骂 我就有点看不懂 这挺好一事 你骂啥是不是 后来我因为影视界的朋友 他们说这你就不懂了 本来按照剧本 原来的写法 是在拉响手榴弹之前 女巴勒要跟 美国小伙 至少拥抱亲吻120秒 但没想到 不知道女巴勒为啥 可能是实在是 觉得口味太重 还是什么想法 反正女巴勒当时 演员偷工俭料 还没接吻 没拥抱 直接掏出手榴弹 就炸了 黑人演员 这个小伙子非常失望 所以就破口大骂 没有声音 但是我看那个嘴型 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的网民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网民 为什么对这种事 特别热衷 那就是这里面有pattern 已经看出了一定的模式和套路 2019年6月19号的时候 央视六套就曾经抽掉 原来节目站上的节目 原来准备放啥 准备放英雄儿女 上甘岭和齐席 这三波都是抗美援朝的 结果都撤掉 改播了黄河决恋 为什么 是因为当时 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习主席 确定要在G20上 举行双边会晤 那为了营造这个气氛 当然得赶紧撤掉 抗美援朝的片子 改播黄河决恋了 在那之前 同样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刊登了很多文章 炮轰美国 那这一次转向 真是似曾相识 网民是总结出一定的规律 用来指导自己的投资 比如说 如果央视拨上甘岭 你就赶紧空仓 拨长津湖 你更得做空 如果拨黄河决恋 你就满仓 如果拨北京遇上西雅图 你不但满仓 还满荣 啥叫满荣 借钱加杠杆 也要赶紧买股票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 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翻版 是北京遇上了旧金山 所以网民的气氛 是极其火爆的 从11月14号开始 微博上有关败协会的相关话题 就一直停留在热搜榜的第一和置点 有专家解读 是中国经济底气没了 大家觉得就靠中国政府 靠现在这个班子 搞成了这个熊样 必须得有外界的刺激 有外界的因素 来改变目前这样的一个 死水一潭的一个局面 那很多人都把希望 寄出在习主席这次和拜登见面 能够放出一些大招来 所以除了习近平和拜登总统 这次见面以外 大家终目关注 还有一场更重要的会议 商界更关注 那就是在接见企业家代表 晚餐会上的时候 习近平会讲什么 这个邀请我也收到了 还挺贵 2000块钱 2000美金 2000美金不是问题 关键我没这个时间 抽不出这个时间来去 但是我看马斯克已经去了 什么GPVorgan的这些大头都已经去了 这种场合不捧场 你还等啥 所以相信在这次会议上 释放出来的信息 会很大程度上决定 未来三到五年 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 中美经贸的整体走势 这个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节目 我们也提到 最近半年乃至一年以来 美资撤出中国是稀里哗啦 不但金融企业在撤 各种基金 各种国际投行在撤 中国来的APO已经没人做了 也没人就来了 连一些尸体企业搞生产的 什么宝洁 什么这个 这个炸纳的这些 靠生产企业的 也纷纷把自己的利润 赶紧通过在香港的 美金和人民币 那个大池子 赶紧汇兑出来 那感觉晚走一天 这钱就不知道是谁的了 所以外界外资 对中国的信心 降到了谷底 降到了谷底 那不但是对外资 这个情景起不起不乐观 国内大家都知道 房地产崩盘了 不管是许皮带的 恒大也好 还是碧果园也好 都已经破产 或者在破产的路上 这给中国金融体系 带来的风险 还正在慢慢发酵 是相当相当 有杀伤力的 地方政府的债务 也难以控制 大部分地市 都已经到了 击不开锅的程度 就连 除了北上广以外 中国最具活力 经济发展最好 深圳房产价格 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一千万的房子 现在五六百万能出手 就不错了 所以整个的形势 实在是很差 所以这个时候 再讲东升西降 就成了全世界的笑话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东升西降 理解成跟日本比 日本在东边 所以你看日本经济挺好 西边的中国 经济不行了 你要这么理解 东升西降 那还行 但你要说 中国的经济 蒸蒸日上 美国不行了 那才真的是要扯淡 所以现在 一分钱难倒英雄 更何况 你是几千上万亿美金的 这样一个大买卖 说习主席 也是视事物者为俊杰 这次要坐下来 和美国好好谈谈 好好谈谈 那这一次央媒放风 开始这个气氛转难 向美国示好 甚至有些惨媚的这种态势 从某种程度讲 我们相信习主席的讲话 会释放出一些比较和缓 比较这个和美国重归于好的 这一个态势出来 那这个是肯定的 那问题的关键是 原来的话 说了怎么说回去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美国这帮学者 这些智库 这些政府的研究机构 也都是有记忆的 你现在不提东升西将 那你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还搞不搞 还搞不搞 是不是 更关键的是 现在的这个情况 已经到了一个 击中难返的程度 那习近平和拜登的会见 可能最好的一个结果 也是让中美关系 回到正轨上来 回到重新谈判 不要互相叫骂 这种轨道上来 但你说那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很难说 拜登政府出台的这些 对中国企业 对中国产业的投资限制 出口限制 技术限制 一样也不会取消 那中国面对这种情况 到底能从这一次的访问里面 得到什么实惠 太难说了 太难说了 同时 我认为 习主席这次 到底能把握到什么程度 他能像朱镕基那样吗 大家记得吗 当年朱镕基 他讲话 那叫一个大气 那叫一个有底气 什么叫有底气 说入室 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有种种的不顺利 朱镕基跑到美国转了一趟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 公开讲什么 他说 我们这次来 是要美国人民 消消气 让美国人民 有所满意 他这个态度 你说他直接这么讲 我告诉大家 国和国之间和人和人之间一样 你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越低 别人知道你越有料 你把自己抬得越高 别人就知道 你是一个废物点心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感觉这次会上最怕最怕 就是习主席又讲什么话呢 太平洋 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 这还没什么是事实 对吧 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 美方要放弃制约中国发展的这种执念 转变态度 调转航向 我等着你们来跟我谈 如果这种态度就完蛋了 这一次可不是习主席来给美国的商界训话来了 我认为是美国的商界集体要给习主席来一个面试 习主席这个面试能不能过关 说实话 我不乐观 最好的结果也是 以观后效 给个C加 B得不了了 给个C加 也不给F F就fail掉了吗 给个C加就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当然除了钱的事情以外 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事 有一个事情 钱也解决不了 那就是还是中美之间核心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不乐观 大家知道吗 前几天 10月底 香港出了大事 大家最近没关注香港 我也没跟大家聊 但是实际上出了大事 香港区议会选举 10月底结束 一共有172个人取得足够的提名 报名参与地区直选 这172个人里面 完全没有泛民民主派的参与 参与人过关 不给你留 当然理由是什么呢 说要爱国者治港 你看他们认为民主派参选人不爱国 所以没有资格参与 这个手法是一样的 那就是参选人获得提名必须得到三会 来提名 啥叫香港的三会呢 就是地方飞行区委员会 地区防火委员会 以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提名 你才能入闸 这三个委员会 都是被北京控制着 他们没有让任何一个泛民议员入闸 这个实在是太悲催了 那这个效果会让香港的民主信心 见到谷底 最近我有一些朋友去香港跟我说了 香港已经变了 死气沉沉 当年香港的这样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 那种香火气 那种生活气息 那种活泼 那种温暖 再也荡然无存 街上越来越多的是一口晶片的 一口河南话 一口山东话的 内地人 内地土豪 高声叫嚷 旁若无人 香港再也不是过去的香港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泛民归零 会让现在的香港人更加没有信心 离港潮 润到欧洲去 润到英国去 拿那个什么BNA护照赶紧逃 会掀起新一波的高潮 新一波的高潮 这是继反修例 这些运动以后 用国安法来收拾香港的民主态之后 更大的一次打击 所以这个事情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因为啥 就像反修例运动以后 一个在台湾 一个香港的年轻人 打出一个告示 成了一个牌子 说请珍惜你手里的选票 我们只能示范一次 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 看看香港 台湾人会怎么想 台湾知道 你们要做的就是斩草出根 还是什么全过程民主 全过程 你不让人家入闸 不让人家参选 谈什么 全过程民主 所以香港已经彻底 失去了东方蜘蛛的 这样一个地位 它的光泽一去不返 人心思动 有办法的都逃了 当然北京你说是不是害怕呢 他也不害怕 因为香港的体量实在太小 香港的这个盘子 在中央那里 远远没有香港民主派 这些人自己以为的这么大 大不了没了就是了 垮了垮了就是了 东方蜘蛛没了 没了就是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告诉大家 北京打心眼里 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他们也是这么干的 这么干的 那更何况最近 有些美国的外交家 写了一些回忆录 一些书 反正当年的斗争 是多么的激烈 香港作为中国 一个特别的行政区 作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区域 北京 它那个范儿 它那个历史 它那个legacy 它本来就不希望人不听话 对吧 那更何况 在很多情况下 如果挂上一个里通外国 斜阳自重的这么一个招牌 北京就会变得歇斯蒂里 就会把国安的风险无限放大 为什么这么说 最近这本 我刚才说的这本回忆录 说当年的黄之锋 他们真的去请 想让美国政府 给他提供政治庇护 美国政府谈来谈去 觉得就像当年 王立军跑到美国成都总领馆 你多好的资源 是吧 他手里多少信息 美国政府不敢收 因为不敢 因为这一个人 影响了中美关系 因为中方报复起来 美国也会比较难受 黄之锋寻找美国庇护这个事情 通过美国人自己的嘴说了出来 这证明当年 美国确实是在棋盘里的一个player 一个角色之一 那这也证明了北京到后来 为什么变得歇斯底里 变得甚至可以说有点丧心病狂 对香港下这么多的手 他们就是怕英美的力量 深度的卷入其中 这个事对他们来讲是最害怕 最害怕的 所以他们对香港动手 也比较狠 所以这怎么说 也反衬出来 香港当年的极端民主派 也确实误判了形势 误判了形势 你跟北京叫板 没有私行营的可能 你拉美国进来帮你 美国最后他也没帮你 事情只能是这样 直到现在 这个态势 仍然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比如说黎智英 现在在押 候审 是吧黎智英 最近我看到香港很多的流亡 在海外的人士仍然呼吁说 让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国会制裁那些 在黎智英案里面 在香港民主过程当中 打压民主人士的这些人 制裁他们 我告诉大家 如果制裁的话 黎智英可能会适用送中法 直接交给北京处理 那这对黎智英来讲不就更惨了吗 所以现在黎智英也好 黄智峰也好 都是中美斗法的牺牲品 当然他们本身从事的事业 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有一定的正当性 这个咱们只是从形式上分析 美国没有帮他们 一劳一小 黄智峰 黎智英 都是惨败 整个香港 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那为什么花这么多的功夫 聊香港的事情 就是 齐主席这次来 香港的事情同时在发生 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所有的让步 所有的姿态 包括演什么黄河决恋 都是策略性的 都是暂时性的 从根本上讲 从大事上讲 中国绝对不会 在往民主的道路上靠拢 而只会越离越远 通过香港的境遇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那这次 习主席到了九斤山以后 我看各路反贼 也是云集九斤山 要给爱国人士斗法 我看好多民运人士都已经去了 这个怎么说呢 值得鼓励 你们去好好的表演 好好的搞 希望能上一下国际媒体头条 那才叫给力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 没有太多的变化 可以期待 人老了 就得扶老 很多事情 不是说你原来做的不对 你原来做的对 争取民主 争取自由 有什么不对呢 当然对 但问题是 去国已久的情况下 对中国的认识 对形势的判断 都会荒腔走板 搞不定 资源 勤动力都非常的受限 也很难在海外的 侨民里面 掀起很大的这样一个热潮 也很难有像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这都很难 这都很难 当然 关于旧金山会发生什么 各路人们都在脑洞大开 我今天也思绪飞扬一下 我个人特别希望看到 有一个女生 抱着个孩子 在旧金山大街上 跪倒在习主席的车队面前 放声大哭 高声叫喊 喊什么的 你还我的秦刚 你还我儿子他爸 我特别期待傅小田 能够拦路喊冤 这才有媒体的轰动效应 是不是 这更何况 人家有法律依据 秦二 二诊 是吧 傅小田和秦刚的儿子 人家是美国人 美国人失踪了 难道拜登总统不应该 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跟中方的最高领导人要人吗 二诊他爸去哪了 二诊在哪 我要见我的美国公民 拜登将一句 看看能不能倒逼出来 这个习主席对秦刚的下落 对傅小田的下落 对他们的爱子 秦二的下落 能给个交代 能给个交代 当然了 咱们这个完全是思绪飞扬 他会不会这么做 都很难讲 那傅小田人到底在美国 还是在中国 也有不同的说法 我更相信 他人是在中国 但是你也不能永远 把人家光下去 对不对 中美两国之间 任何一个因素 都可能成为砝码 成为一个谈判的工具 慢慢的 美国公民秦二 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发生 咱们静观其变 我这聊的挺热闹 那边习主席和拜登 也正在聊 我先到此为止 等他们俩的消息出来 咱再做更进一步的点评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你看我的嗓子哑了还没好 请大家点赞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下留言 谢谢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